酒頭很漂亮 各種造型四周的酒頭 很多白雷電出 甚至旁邊還會加上小噴仔 或是輸的作品 一時之間 當時給這些酒頭也有了四面一樣 就搭配小品還有雅石一起弄起來 感覺更高雅更好看 我們也是外行人 但是看起來就是更好看 平常我們不容易看到這麼特殊的石頭 來這邊可以看到很多特殊的石頭 很漂亮 千萬不能看這些酒頭沒什麼 這都是由一頂魚來生酒頭的面穿 像山路海在全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收集回來的雅酒 也因為大家都有一樣的興趣 就是收集和討論 所以為了要跟大家分享印度年收藏的成果 台中雅酒下火 不僅是在六個客頭自願高雄橫区 基本是一項雅酒展覽 每年我們都會固定 差不多在這個時間展覽 我們邀請她是因為因緣巧合 我們也覺得我們想要增加我們那個 西頭自然教育園區的那個豐富性 那給一般遊客看到更多的這些 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這家的酒頭的電腦 都總電出七十四個 電機由現在開始一直到五個地位置 主辦單位也希望找到這家鐵電 可以讓大家了解實際 並提供酒頭的味道 這個像這個西瓜鼠啊 西瓜鼠就是全世界只有我們台灣有 其他的石頭世界上面都有 只有這個西瓜鼠 只有我們台灣有 它的紋路你看像西瓜一樣的 像西瓜紋路一樣的 顏色啦 紋路都一樣的 這個都是要在我們在台東啊 台東的深海底下摸上來的 雖然酒頭是死的東西 不過他過不一樣角度 所以能發現不一樣的味賴 有幸福的民眾 不讓賺到來客頭更新的機會 欣賞這項鍋就電腦 繼續往主日 掌握報道